像小山一样的救灾物资 大家都看见了 群众在挨饿 在受冻 在骂娘 可国家调运来的大体救灾物资 积压在车站上已经整整八天了 风吹雪打 无人问津 这是犯罪啊 同志们 为什么不尽快的送到群众手里去呢 这项工作 吃不到的吃不到 烂掉的烂掉 他妈的不公平 你看 我来举报他 这是免航的 这是松江的 你看 手都掉在地下 你看看 看看上海说没菜吃 我们冒着风险给他送菜来 肉都割痛了都没人守护 新鲜的货没用 这么多菜没人守护 你看看我们隔着来 风险 给上海他们这边送救援物资 到了这里也没人收货 也没人管 我们也没有饭吃 看看这么多车来给上海送救援物资 来这也没人守护 你们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 生活在中国 你们就偷着乐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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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